秋水妹妹 失识勿者为俊杰 原先还有楼外楼的大少爷帮你罩着 可是他现在跑险你跑了 让你孤身一人面对江湖 秋水妹妹 江湖险恶呀 你得明辩是非 我的这两位兄弟们 虽说都是体面人 但是他们犯起魂了 根本不把我这张大哥的放在眼里 所以啊 哥哥还要奉劝你 把你知道的一切 脱盘而出 如实告知 恐怕 您低估了我的意志 那好吧 那就不能怪我不讲情面了 可是接下来 他们的所作所为 我可就盖不屋子了 啊 你是赵大林氏娘母的姑娘 今天我不难为你 可是你身边这两个丫头 我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半仙兄 你不是早就惦记上了吗 要不然今儿给你一机会 让你一包艳福入喝 咱人们不关注 小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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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兄 这等洪流运势 能不能暴露在我们眼前啊 我是öraval 不要 撕我 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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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天宇 有种你们就冲我来 他是无辜的 这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救命啊 出什么事了 快救我呀 我不会有谁 怎么又是你 你把关仙兄怎么了 我让他在湖里面清醒清醒 拉我上去 我不会有谁 你要开枪 给我把他捞上来 我不怕你 你警察不管我阿爸的命案 跑到这儿来 踪恿他们几个人 玷污良家妇女 给我把他捞上来 要不然我一枪打包你的头 你开枪 开枪啊 快 少爷 快 快 怎么 拿呀 宝家妄啊 喂 快 我给你师不良力 我让你断死绝孙 我呀 哎呦 对 还有你小白条 看老子们收拾你 李半山 李半山 打不倒一下 打不倒我 哎呀我骑死了 哎呀我骑死了 谁还送咱们回家呀 谁送咱们回家 又回去